你不管講話之後有沒有成功 有這個關注的罪行就成立 之前的這個什麼這個 這個立委這個收回案 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收購案根本就是辦一個公聽會 徐永明根本的兩百萬 好像還沒拿到對不對 收購這個案子八字都沒一帖 經營權完全全關 就沒有搶到就是辦公聽會 討論是不是可以在法律資格上面 讓他有機會回到去搶這經營權而已 結果嚴加是什麼 他已經拿到了一流五碼頭經營權 如果這件事情你就當作沒事 這一切依法辦理 我們就慢慢來看 就裝作沒事的話 以後大家也不用關說了 自己成立一個公司 成立公司讓自己的家人去經營 透過立委 透過政治上面權力 幫自己家族謀佛力 結果這件事情變得完全是合法 然後到現在他還要去簽多 先簽多蔡其昌 結果蔡其昌查出來說什麼 蔡其昌曾經也認了那個投標公司裡面的 這樣的一個 有什麼股權 結果後來只是發現零股份 一個股都沒有 他只是在讀中投票的時候 在他不是立委的時候 不是立委的時候 當然讀懂 就是這樣而已 結果這樣擺明了一個烏龍爆料 到現在他有出來道歉嗎 再包括的是說他就一直想說 這個在林嘉隆時候就有去投標幹嘛 我們不是說這個標案 反正你去投標是犯法 是說你不能一手打壓 一手就是說我不讓燃氣機組進來 讓燃煤繼續污染台中 另一手就去賺燃煤倉庫的生意 這樣的一個利益迴避才是問題 我們討論的內線交易 不就是討論說你不能一手去買股票 一手拿內線的消息去買 你單純買股票這件事是沒有犯法的嘛 所以你這一連串看下來 就會發現說 他在講那個什麼土地爭議 還是他在講說什麼在地的層次 在地服務 通通都是為他們家族謀福利 結果先生還爆出來說 他就辦了一堆餐會 然後一場一場的在辦 過去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嚴家跟盧秀燕一起聯手 然後說什麼林嘉隆 他的後援會自發性的辦了一個活動 然後在離山那邊的 說什麼海陸大餐 一直嘲諷林嘉隆 還登報紙去罵他 後來法律就已經證明了 沒有事 為什麼 因為那根本不是針對不特定人 他是有一個明家隆的 那時候是有個名單 名單上面後援會的人自己去參加 之後請林嘉隆來致辭 沒有會選的這問題 結果你自己一場一場 嚴寬人在那邊辦的這個餐會 任何人都可以進去 在地的鄉親都進去 然後裡面吃的東西 我可以講很多餐 基本上都全部超過三十塊 那個菜色翻出來 什麼滷肉 什麼蝦子 什麼都有 不是單純的炒個米粉而已 那面對這樣明目張板 可能涉嫌違法會選的事情 盧秀燕的魄力在哪裡 你當初登報 去罵林嘉隆魄力在哪裡 這百分百的一個雙重標準 所以就是為什麼這件事情 會獲得很多的關鍵 他們現在說什麼 也會出來講 他父親過去的從政期間 這些事情都已經被檢驗過了 不要冷飯熱炒 不好意思 我們講這個沒有一個是冷飯 每一個都熱騰騰新鮮的 每過兩三天就有熱心的民眾告訴我們 到底鹽家在海線的這塊土地上 到底有多少不公不義的這個事情 所以請各位觀眾朋友請繼續追蹤 這樣繼續這些事情下去 我們不能讓鹽家在那邊裝傻 過去我們覺得說 他這個地方服務 就是處理一些糾紛幹嘛 這樣而已 結果後來發現 他是侵占國家的資產 造成臺灣上面土地上面非常多人民的權益 被剝奪 造成我們的法治蕩然無存 所以我認為這一場選舉 其實就是臺灣的公益之戰 真的是公益 面對邪惡之戰 你知道嗎 才三十多天的時間 我們慢慢的檢視 憑良心說超越了大家事先的想像 可是他可惡的地方在哪裡 要請教傑明的是 這個裡面的玄機可搭著了 他的意思是你們有公保地的人 大家都投給我了 然後我們就一起把公保地來發大財 好厲害喔 他在中二選區裡面 其實就用這種方式 我吃肉你們吃骨頭 留下來的湯 然後他的選民就這樣子 像粽子一樣 他的綁出來的投票給他的這個人 就是這樣子一串一串的 這個話裡面真的是很超級的明目張膽 他們家的公保地 他如果用中央立法委員 然後加上他的妹妹是臺中市副議長 一聯手下來 這塊地他可以賺多少錢 哦 驚人了 因為他當時取有土地的面積的價值好 是一平方米大概在一萬元左右 只是我們現在 九千多塊 還不到一萬塊 所以他一坪的成本 大概只有三萬元左右 但是以目前市場的價格呢 那附近的房地產的價格 市價 因為我們現在要按照市價徵收 徵收要市價 還要還要打成數呢 如果市政府地方政府善良一點的話 那非常不得了 那大概是六十五萬 也是說他這一轉手之間 大概賺了二十倍 那麼在短短的這幾年 就十幾年 九年 二零二年買的 我想沒有人 少數人 極少人 大部分做股票的人是虧比較多 做股票可以九年賺二十倍 我想這個只有嚴加才做出來奇蹟 雖然律師已經開始提出警告了 他說當時的原始地主 你是在什麼情況之下 把這塊土地賣掉 他們說明年就到期了 因為這政府事實上 當時為了他取得這塊公保地 是有做法的 因為他隔壁就是一塊所謂的公園建地 而那塊公園建地就已經被徵收了 所以他有沒有 就是有律師問一個問題是 當時這塊地的地主 是不是已經被告知說 你隔壁的公園已經被買下來了 下個地方就是你兒童樂園 你覺得那個地主是甘心情願賣給他的嗎 所以這個地主是不是 這是問號 所以現在很多律師要請這個地主站出來 當時你是怎麼被這塊土地賣掉 那麼我們說法律有十年的一個限制 明年就到期 請把這個事情說出來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我覺得最可惡的是這個台中市政府 這事情已經鬧得全台灣都知道了 你怎麼還替嚴家意死在這個所謂 塗抹正義 當時還說一句話說 哎呦 他是在法規之前就蓋好了 而且他是有提出建造 那是騙人的 講的就是一副他沒有問題樣子 後來羽刃爆棚的時候 你知道我這樣講 這真的是第十萬件的十萬零一件 我為什麼解釋這樣 我給寇寇解 因為在裡面資料顯示 他現在的這個所謂的排拆的位序 是落在第三軌 那更別講 他的後顏屋是在哪裡 他這個請吃飯 這個英地這個大地 已經把他鋪了好幾餐了 都是這樣子的 十分澎湃的冬瓜餐 冬瓜湯 冬瓜焗肉 冬瓜蝦 這個擺明的是如此 他說大爸爸時代就是這樣 現在是嚴家有這麼大的勢力 警方到底是不是跟他們合在一起的 有人就笑稱說 警察沒有一起去吃已經算不錯了 那你就可以看到那個生態是什麼 所以說我覺得說 你這個整個你要選立法委員 你要立法 然後你要去一個立法院 這麼高的這個民意代表的這個機構的時候 你本身有沒有守法這一點 你根本就完全不守法 你還要去當立法委員嗎 我覺得很離譜吧 就是說你整個違建 你就是自動要拆除了 然後你還推給市政府 那你根本就是違法 那你這樣的請客 其實已經超過三十塊錢嘛 那你就推給說那個是里長神 或是誰捐助了 其實這個相關法律 你有沒有是不是你出錢 或是那個人出錢 只要超過三十塊錢 就是間接跟這個 所謂直接會選嘛 那你還這邊變說 沒有我們這個這個什麼 還牽托到林家龍 對還有什麼林家龍 為什麼怎樣之類的 我覺得這個真的不用了 我覺得這種觀感非常非常的差 然後到現在為止 台灣台中當地的警方 為什麼查都沒有查 每天餐餵這個 台中市政府狹狹狹的 台中市警察局 蔡昌波你在睡覺啊 對 然後這個英地大地 每天他都找得到 這個地方可以吃 那為什麼我們台中的警方 都找不到這個地方 或是說 你看看這個 他手上這些有人估計 這個大蝦 黃瓜炒香腸 炒蝦 焢肉 白菜乳炒麵 那這個合起來 很遠要兩百塊 如果台北市價的話 來看兩百塊 那你台中市價也要一百五 一百 至少一定怎麼樣 都會超過三十塊 那我不曉得這樣子吃下去 這個財力雄厚到這種程度 然後相關的單位 多視若無睹嗎 這樣恢復到我們 在我們很年輕的時候 跑那個選舉的時代 就是國民黨黑金時代 就是流水席在請客選舉 那個是我們改革的對象 對 但是我吃過國民黨 跟民進黨 當時都不會有那麼誇張 當時就兩道 一個炒米粉跟一個湯而已 貢丸 貢丸或是那個福菜肉片湯而已